快速盤 老王不止三分钟 各位观众 小朋友先问你一下 现在的大盘指数跟上礼拜三这样比起来 我现在是输还是赢 董哥 你上礼拜没有直播 所以没有赌注 我忘记了 我上礼拜没有直播 我们上礼拜 独家放映 你要听这个谅姐 到底在早上做什么盘前套牢运动 做什么运动让他套牢 你一定就是要到Apple Pockets 到桑奥 到Google的播客 到KKBOX 去听老王什么 王老先生 这一集限定急速 你听了没 很多人去听 你还没听的 赶快听 所以我们上礼拜 没办法跟观众玩小游戏 加钱指数 对不对 的涨跌 这个礼拜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礼拜 明天又回到正常的播出时段 有直播 老王跟小编 要跟大家 久违了面对面 没错 想念我们的面对面 有没有直播 没得聊天嘛 你想聊天的 明天下午 明天下午 明天下午4点 怎样 一起来当 薪水小偷 记好 明天下午4点 又回到正常的王老先生的直播 如果你是没办法 因为我这个礼拜 上礼拜刚好我们高阶会员 开始免费全省的巡回讲座 刚好会员就说 我就跟会员讲说 我之前晚上25在直播的时候 常常看到你来留言 最近好像都没看到 对呀董哥 我没办法当薪水小偷 我要上班 那个4点那个时间 所以像这种的 没关系 你可以看事后的重播 除了重播之外 你真的很忙的 你也可以到Apple Podcast去听 禅前套牢运动 这是上一集的 这一集也是一样 就礼拜三明天下午4点 直播完之后 大概在7点左右 我们就会更新最新一集 小编 最新一集的题目是什么 主力总是跟我作对 主力总是跟我作对 你有没有常常觉得 你卖掉股票就涨 你买进股票就跌 有 很长 很长 很长对不对 董哥主力是不是监控我们 对 各位啊 如果你也有这种困扰的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 如果你有这种困扰的 明天下午4点 或者明天下午7点之后的Apple Podcast 来听听看 老王来解析 到底主力是怎么样看大家的 到底主力有哪些手法 可以来把它洗掉 来跟你对坐 记得喔 一定要听喔 好 开始今天的节拍 好龙哥 你请假的这几天 每一股好刺激 不过道琼这边 要先给你加法喔 愿赌服输 对对对对 我上次顺便说四海游龙就是要往上 要创新高对不对 跌破 愿赌服输 来来来来 而且喔我一来 我今天一来公司摄影棚 我就看到这一只已经被请出来了 对对对对 原本被 原本放在盒子里面 今天一来就放出来了 我大概就知道 什么意思 逃不过了 喔 我们就这样 认错就是要罚 来来来来 讲错就是要罚 不过不用到15下 你还有其他酸辣的还没吗 还是先打一打 反正都破了 不一定 大家想多做多好漂亮 先打个三下 先打三下 好 你要有感情下 你要真的打 你要认真打 我要不要示范 观众每次都说 不要不用了啦 你是有被虐把我想震喔 观众每次都说 为什么董哥 小编上来打你 他突然被打回去 对啊 你刚才又准备被打了 你冷静 我冷静 不要每次要我示范 那其实打起来还蛮爽的 你都被打很爽 董雷的50道阴影 小编是M倾向 大家注意了 看错了 很明显的看错了嘛 赛游没上去 其实有创了一个短线新高啦 对 但是我们就不是看 我就看创历史新高嘛 等一下我们就处罚了 重点看错是很正常 重点看错我们刚才就认错 加法 然后重点是接下来的看法嘛 对 这一天就是上礼拜五 美国事务日 对不对 爆出一个 事务日要结算 结算之后呢 很多它衍生线商品要结算 结算之后 当天的这个现货市场爆出了波段最大量 事务日结算那一天 那昨天就把这个大量低点给跌破 现在就拿四个字可以形容 四面楚歌 还有凶多吉少 因为跌破大量低点 对 也许会反弹 我不知道 但反不反弹都不是重点 你就算反弹上来 这一天 事务日的大量高点要不要站上 要 如果把大量高点能够站上 那就代表它可以怎样 重新站回所有的均线 这个时候道琼才可以重新再度翻多 在跳舞 到时候我就会再跟你再赌一次 赌家吧 再跟你说 这次真的是四海游龙要创历史新高 对对对 好不好 那现在没有嘛 你就继续观察嘛 如果这些均线跟大量的高点都没站上 那就只是跌升反弹 目前短线现在空方趋势就不会改变 清楚吗 那我们再看下一张 这个地方 再提醒大家一次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NASDAQ指数的部分 NASDAQ 我在放假前 一个礼拜没见了 我在放假前 我告诉大家 跌破继续线之后 我们最后还有一个多头最后的防守 就是我们可以容许 继续线稍微的跌破 没关系 只要他可以干嘛 守住这个前坡地点 这两天有没有反复在这边测试 有 守得很辛苦啦 终究是有守住嘛 有守住也许都还有反弹机会 真正要出现大崩 狂崩 猛崩 不要讲那么恐怖啦 真正要出现往下跌 这样可以 往下跌 这三个字就好 就是把这个前坡地点灌破 对 因为他现在已经跌破继续线了 只是因为前坡地点常常有支撑 我们常常在看均线的时候 被扒来扒去 就是因为我们少考虑到的形态 当我们直接把形态丢进去里面 一起做个滤网 你就会发现前坡地点还没破 这是我们最后的多头防守 这样清楚吗 好 守住之后呢 难道就翻多了吗 也没有嘛 我们上次的直播刚刚讲过 你反而上来要不要突破跌均线 要 结果有没有突破 没有 所以是要往下嘛 所以一样的例子 一定要把跌均线给突破 才会重新扭转形成四海游龙 这个时候才能翻多 不然现在就只能看跌身之后 能不能守住这个低点支撑做反弹而已 非诚犯道理指数 就是我们过去两周的直播最常讲的 就是你不要再看均线的例子 你要回到高档的区间 也就是高点跟低点的区间震荡 我们有没有这样讲 有 这讲到烂了啦 你是我观众你都知道 你看 非诚犯有没有再站上去之后 又跌下来 有 又站上去 又跌下来 在我请假的这段期间 YouTube请假的这段期间 发生那么多事 你看一条月均线 或看三条均线 都不重要 因为你就是被扒来扒去 管你要看一条还是三条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它早就在高档形成一个横盘 这时候你看均线有什么用 没有用 我们讲过 只要它形成区间了 均线就可以拿去丢掉 因为你就被扒来扒去 请问你有没有真的扒来扒去 有 我讲啦 不用看VCR 因为这个形态大家记得 好 这边昨天早盘一度跌破了前面这个区间连线 但是这边还有一个新的前波低点 有没有 前波低点这边打住了 所以目前 所以昨天用开底走高往上 所以目前来看 是不是还是在一个区间 是 台股要感谢昨天的NASDAQ跟肺半 都是开底走高 才有了今天的反弹 因为我们昨天的盘中已经先大跌了 已经先反映美股盘后电子盘的大跌 我们先跌了嘛 如果昨天的NASDAQ跟肺半是一路下去 我跟你讲 今天台股不会涨 继续跌 可是因为它刚好开始收缴收链跌幅了 比昨天盘后盘 美股的盘中盘后盘 抱歉盘后盘 跌的还少 那台股自然要把昨天跌的地方涨回来 就是这样的概念 清楚吗 所以我请问你 肺半跟NASDAQ都进入到最后前波低点的防守 一定要看区间低点的防守也可以 可以 要不要守住啊 要啊 如果守不住 如果守不住 真的 你要注意 我下次就会再穿绿色来 真的 如果 我现在是带会员做多的 而且我们已经五成持股 好几天的时间了 我当然是希望涨 我们五成持股 你最近台股很难玩 但是我们的股票表现得不错 没错 我们还有股票连续两天涨平板的 但是我是玩的心惊胆跳 真的 因为美股很烂 你懂意思吗 好 好 S&P500指数怎么看 S&P500指数 我们有没有告诉你 我上礼拜二的直播是来告诉你 前波高点要不要突破 有 它有突破吗 没有 没突破所以要回檔做修正嘛 拉回来 这边已经回檔一次了 我休假期间又涨上来 再下去一次 就是前高压力没过嘛 这是不是就是均线搭配形态 你看均线 越均线跌破卖 越均线站上卖 你看 会不会累死 会 如果你有相关的台股的ETF 你就操作到爆炸 而且ETF是晚一天反映 你每天在那边跳空跳不停 所以你回过头来看就怎样 前高压力要突破嘛 那没突破的往下 它还带了两个缺口 它还把前面这个低点 都给它跌破了 所以现在已经来到基因线的位置 请问该怎么看 有缺口要封缺口嘛 不然缺口就空中区 这个缺口空中区 没有补就是继续往下嘛 所以短线 S&P500指数要转强 它就是要把缺口给封闭 同时站上什么 越均线 这个条件 封闭缺口 站上越均线 短线才能转强翻桌 那你现在大的格局怎么办 它还在弱势的往下啊 你就可以怎么看 这边是不是基因线 我们说S&P500指数看两条线嘛 越均线跟基因线 那基因线这个地方 可不可以容许稍微跌破 可以 因为前面刚好有个低点嘛 跟NASDAQ一样嘛 只要这边跌破 那就会很不好 要唱歌 一滴唱S&P500指数 如果还在守住 其实跌破 有没有跌破都OK 那我不管有没有要反弹 你先把缺口跟越均线站上 才会真的止跌翻桌 这样清楚吗 好 下一品 好董哥 台股不管是大盘还是跪买 都金钱守住越均线出现反弹 董哥你请假这一周真的就拍胜 就拍胜喔 有没有很多粉丝还是观众留言 这礼拜很难玩 有啊 所以怎么礼拜我没有直播 怎么办啊 一天涨一天跌 昨天大跌一百四十几点 今天又可以大涨上来 昨天全部砍在最低点 今天马上吐血 现在要不要再追回来 搞不好接一追回来明天又再跌 这几天可以帮我讲这样 请假一个礼拜 我在YouTube 当然我们会员只请假一天啊 因为我彻底照顾我的会员 我不冷心请假那么多天啊 所以我只请假一天 我就回来帮会员做分析了 带会员买股票 过去我在一个礼拜 我在YouTube休息的过程当中 就是带会员买股票 有没有 会员都有嘛 我们几层水位 五层十五水位 因为台股 我们上个礼拜二直播在这里 台股上礼拜有没有重新站回来 所有短期均线啊 有 有嘛 还带一个跳空嘛 那我是不是告诉你了 跌破三条的短期均线叫做转弱了嘛 那如果他重新站回所有 三条短期均线呢 就是说翻多嘛 原本是三胜无奈 变成什么 三严开胎 三严开胎要不要带会员买股票 要 多头趋势 贵买也守住月均线 我们会员持股就拉高到五成嘛 原本跌破是三成以下嘛 那涨上来就五成了 就这样 那说实在 就像我刚才前面讲的 我们这一个礼拜带会员玩股票 也是玩得我心惊胆跳 动不动每股 一起朝每股就大跌 动不动台股就大跌 怕死 你看你看 涨上去昨天一根长黑嘛 这边涨上去又长黑嘛 最近真的很难玩 但还好 我们这个在上礼拜 推荐给会员的股票 几档 13档14档 14档 到目前 这么难玩的盘势 贵买 创了高点之后 一路上 贵买创了一个高点之后 一路跌下来 跌下来 跌下来这样 只有一档股票停准 对 一堆股票是过了我们的停利价 还有涨停满的股票 对吧 会员都在线上 我不可能 你们相信我 大家也都很相信我 你们顶多都可以说 老王怎样 老王不准怎样 从来没有人质疑我的诚信 因为有就有 没有就没有 对吧 那我现在要讲的就是 这么难玩的盘势 如果你赚不到钱 如果你不是会员的 然后你赚不到钱 我要跟你讲一声 没关系 这不是你的错 你懂吗 这是大盘的错 这是台股的错 好不好 这是我们内支主力的错 我这样有没有够心灵鸡汤 有 难玩嘛 我跟你讲 股票要好赚大盘一定有关系 因为一句话叫 覆巢之下 五碗 所以这个盘是上下洗刷 不好玩正常的 那如果你在不好玩过程当中 有像我们会员的股票表现还不错 很多人还赚钱的 恭喜你 因为我觉得刚好最近震荡的盘势 可以拿来检验一个老师的实力 真的 我也很差 真的 我也很怕我的股票很烂 还好 这几天有扛住 大家都表现得不错 哦 平常有拜拜 如果你表现得不错 那我也恭喜你 很棒 你经得起重淬炼 那接下来 我们要回到什么样的情况下 你操作股票真的比较顺 会有机会像前一波 这一波 你记得吧 这一波 记得 我们叫会员这个七成以上 八成以上 积极做多 大家还记得吗 记得 那一波很好做嘛 那什么时候会有那个情况 那一波我们一堆掌停板 你还记得我给你统计这个图吗 有 十月十一月的持股一堆掌停板 有没有 几乎是四成掌停板 什么时候能够再有这种现象 那就是要把 什么东西突破 前高压力 不会太远啦 那就是要攻上万八 真的把万八给占上 没错 前高压力突破之后就发生什么事 前高压力的形态交过几次了 很多次 突破就怎样 方向就怎样 往上 所以各位你要每天都祈祷 台股加加油 突破万八 当然这个万八的力道我认为 废半跟那斯达克要帮帮忙 因为那斯达克 我们上次讲过了 贵买市场就跟那斯达克的联动很高 因为很多电子型中小型股 如果那斯达克一直跌 科技股在跌 美国科技股在跌 台湾的科技股要怎么好 你顶多大盘强 但科技股中小型股都在跌 涨不动啊 那费半又牵扯到我们台湾的大盘指数 因为很多大型全职股都在费半成分股 这样懂吗 懂 所以大概是这样讲 所以你要知道什么时候比较好操作 董哥你什么时候 持股拉到七八成的机器操作 就是等前高压力突破的时候 我先跟大家分享 那会员你们都担心 该积极或该解码或该落跑 第一时间盘中 五报一定通知 那会员的话 高阶会员我用简讯通知 懂吗 好 那现在情况就是 你看现在情况我们回过台 昨天是一根长黑 昨天那根长黑 到底要不要被吓走 首先你要看这里有个多方缺口 对吧 昨天是最后最后一盘稍微封闭 但是 我们说过站上三条短期均线 就要守住三条短期均线 他昨天 刚刚好就压在越均线这个附近 收点脚 这个情况到底要怎么判断呢 我先讲我不是马后跑 我昨天就跟我全国的会员 我们在五报 就讲得很清楚 我什么说的 我说现在这个情况 没有办法确定 他到底是不是跌破或封闭 因为他没有一个明显的讯号 我们说明显的跌破或灌破 是要什么讯号 长黑或跳空 这个直播我讲很多次 你是我长期观众 你应该知道 那我说突破要什么讯号 长虹也是跳空 那如果是刚好打到 刚好点到的情况 我也在直播交过各位观众 我不是只交破员 我说怎么办 再多观察 多观察一两天 你就看明天再来处理 对吧 我说你杀在尾台没意义 你就等明天再来做确认嘛 这我们都交过了嘛 不管是突破也好 是跌破也好 那昨天刚好就发现这个情况 就刚好压在这 尴尬 一点点像卡住 所以我就跟我全国会员讲了 这个情况我们等明天再来做确认 那今天呢 就直接往上了嘛 连昨天第一点也没碰到嘛 大致上没什么问题 所以还是维持在一个什么样的形态 三洋开胎 所以我昨天还是跟我会员讲 目前 昨天盘中的时候 大跌的时候 目前还是维持五成持股 还不用降低 就这样 所以我怕有些人 看不太清楚 我再特别放大 昨天就在这 这样 缺口也在这 一咪咪 刚好打到 真的是打到啦 而且又是最后一盘才 对不对 所以没办法判断 你就等今天 如果你还不知道这件事的 代表你之前没有看过我的 没有每一集都在锁定 那你记得 你今天看到了 你把它做个笔记 你以后在操作自己的股票上面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 刚好最后一盘打到 突破或跌破 刚好你没办法判断 没有关系 你等明天来决定一切 这样可以吗 好 这个我有事先讲的 我懶得去解我们会员五报图 因为昨天发生事情而已 会员都在线上 我不会骗人 来 那现在怎么看 刚才这边前高压力在这里吗 对 如果我们说万一 我昨天有跟会员讲的情况 万一他跌破了 或是万一明天你确认的时候 他跌破越军线了 该怎么办 我今天也该跟各位观众分享 你看我对观众也是一样好 小编很好 我们很佛 佛啊 我们不只对会员好 我们对观众也好 所以记得按赞 记得你要多多帮我老师分享 我们要充点阅率啊 我们要充我们的按赞 我们要充订阅人数啊 假设这边跌破越军线 我跟我会员讲 你也不要太看空 我说为什么 你有没有看废半 这边是跌破越军线 这边是跌破越军线 然后呢 跌破越往上 你有没有看元宇宙的概念股 有 跌破三条短期军线又反弹了 因为在跌了 他们到底在干嘛 因为他们在高档形成一个区间 他们 元宇宙概念股 虽然跌破三条短期军线 问题是又卡到前波地点 于是又反弹上去 反弹上去又有前波高链 又跌下来 所以元宇宙概念股 尤其是威盛跟这个红达电 目前就是一个高档的横盘区间 你要用区间来做观察 而不是用均线来做观察 现在的情况 懂懂吗 你想想看细节的 我在我的一般的会员五报 有都有写到 请问一般的会员五报是多少钱 399 399 一个月 399 是不是 399 台币 399 399 没有万了 没有 你想了解的 欢迎加入会员 五报会员就好了 不用多 五报会员就好了 那现在这个情况 我昨天就跟会员讲 这里有个前波低点 你不要过度看空 因为只要前地来守住 动不动就像背板怎样 再涨上来 那昨天是刚好卡到也没跌破 我说万一如果跌破的时候 卡会再反而上 有没有反而上 有 所以各位你注意 你自己观众注意 这个前波低点 因为刚好从这边 这边是不是突破了 所有三条短期均线 这跟长途都有指标意义 那指标意义的低点 在这边有守住 所以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两个已经变成一条连线了 一个支撑连线 要是哪天你看到大盘跌破这边 怎么办 我跟你讲 就不会再像这一次了 这一次我救起来 下次如果把前波低点连下去 我现在就给你预告救不起来 这样贴了 问题是现在还没跌破 还没跌破还站上所有均线 我们就比较会期待怎样 他是往上 往上 可是你这个也要突破 所以他等于就是这个区间 这样了解吗 就跟非半一样 区间 那区间如果你去看均线 就容易怎样 被扒来扒去 所以要记得 要注意了 那贵买呢 贵买就艰辛 我记得上礼拜二来直播的时候 就告诉大家说 你看前高没过 这个前高又突破失败 所以跟长黑 结果在我请假的过程当中 又涨上来了 我以为你这个高点的 站上一天隔天又跌下来了 坎坷啊 一直没办法出现一个有效的 很标准的一个 突破万里无云 你说平地一升雷的情况 没有 前高一过就回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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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说 所以刚才我们一开始讲 最近的台股可能很多观众觉得很难玩 个股的部分 涨个一天我去买要跌 又有很多股票 今天涨停板 明天变成要你知道吗 跌停板 一堆啊 真的啊 过去一个礼拜 是不是一堆涨停板 隔天就跌停板 光链隔天就跌停板 还有一堆啊 不止这个 还有多明基才隔天就跌停板 很多了 就代表隔日冲你在赔钱嘛 因为没有办法一个明线有效的突破嘛 所以我们期待 贵买能够连续的长虹拉上去 我告诉你 你就嗨了 你那时候很容易做股票 你要积极做股票 你所谓的什么 红包行情嘛 对 原本人家期待12月行情嘛 那看起来是 普普通通啦 那最后还有一个1月的什么行情 红包行情嘛 红包行情嘛 你要 你要抓到红包行情的 你就要跟上老王的会员 那天啊 但我们持股会员是额满的 没有在开放 但是你跟着五报 你也是可以赚钱 或者是你升等到99会员 学习一下晚报操作技巧 我们都有提供我们晚报会员 一些筛选过后的标的 什么营收创新高的啊 之类的啊 你也是可以让自己赚钱 好不好 最后一个月了 让自己好好加薪 延终行情 不是 红包行情 红包行情 红包会又不能变白包 不知道 不知道 你锁定老王直播 如果万一变白包 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这样好奇怪 好 看下啦 希望都是红包 那红包 我刚才讲就是要有一个 把钱高压力一次突破的一个感觉 最好是连续两天拉上去 这样就OK了 那还没突破之前怎么看 你可以看到过去的回档都是守住哪个地方 月均线 所以月均线 短线当然看五日十 但不用看了 因为现在也没大涨上去 现在横盘了 就直接看什么 波段的月均线支撑了 昨天跌下来有破月均线吗 没有 你是我会员的 我昨天是不是跟你讲 跪买还没跌破月均线就没翻空 你就不用急的出掉股票 我昨天是不是这样讲 有没有守住 有 跌破 我就会叫我的会员保守一点 要小心一点 那如果真的跌破 也不用太担心 因为就跟大凡一样 这边刚好又有一个什么 前波第一点 所以我们可以接受微幅跌破 因为玉均线是翻阳往上的 翻阳往上的均线具有支撑 我们可以容许短暂跌破 但是要是把这个前波第一点跌破 那就是唱歌 那我再这样讲一次 那就是真的白包行情 而且中小群我会跌很惨 听我再讲一次 现在季军线的位置离很远 如果把前低给跌破了 中小群我会很惨 最终要把我录起来 万一不小心这样走就撥VCR 但是现在有没有发生 没有 所以我们还是期待 比较期待怎样 突破 但我们说过我们技术分析 我不会去预设立场 我会告诉你 一定要 我们现在旧线论线 现在多少线 我们讲了多少事 现在的线 有没有守住季军线 有 那就这样 我只是先想好提醒你一下 怕你们来不及反应 你是会员的不用担心 我第一时间一定通知你 这样OK吗 好 包括如果他往上突破 明显开始要往上走了 我也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观众就等二五的解盘 或也就等每一天的五报 可以吗 可以 下一题 董哥 美国钢铁下调第四季财测 而连跌两天 找盘台关的钢铁股 也跟着急跌 会持续拖累吗 你先搞清楚的状况 美国钢铁 就在美国的钢铁 在美国有一家叫 美国钢铁的大厂 不然人家说 美国钢铁是 美国钢铁类股 在美国一家大厂 叫美国钢铁 你听不懂 就跟我们有一家中钢 是一样道理 好老舍喔 老舍啊 没办法就这样啊 你先了解一件事情 为什么他调降他的财车 财车代表他营收跟获利往下调嘛 为什么 完全印证我先前跟你讲钢铁股的看法嘛 是美国钢铁吗 大家应该懂啦 美国钢铁公司 这样啦 你要加个公司啦 美国钢铁公司 这样大家都懂了 昨天跌嘛 前上礼拜也是跌 因为调降才测嘛 小朋友在做功课很棒 为什么会跌嘛 我是不是好几个月前 精华片也剪 每次直播讲到钢铁也常常讲 我说铁矿砂往下跌 那些钢铁股的营收 因为报价往下嘛 钢铁股营收就跟着往下 获利也往下 但我们这样讲 有 我绝对不是跟你讲说铁矿砂跌 所以钢铁股利差会往上 会赚大钱 获利会更好 我不是这样讲吧 不是 我是怎么讲的 我说只要传摊股 这样是用铁矿砂的 钢铁股 铁矿砂只要跌 你不用想太多了 营收获利都会掉 没有什么价差 你相信我 因为下游或下下游那些厂商 那些客户那些建商啊 不是白漆 懂吗 他们不是塑胶做的 原物要再跌 那你跟我说你要维持你的盘价 钢价有可能吗 所以后来我们就看到中钢 包括中国的保钢 也都要下调盘价 对 中红也是嘛 有没有 那所以同样道理回来 为什么美国钢铁要调降它的猜测 因为铁矿砂过去跌太多了嘛 对 报价会受到影响嘛 钢铁的产品这个盘价受到影响嘛 影响营收影响获利就降低啊 就这样啊 就这么简单嘛 有没有 你看 很多事情 我们都很早讲 尤其是钢铁这件事情 我好几个月前就讲 你拖了好几个月之后 到上个月之后 开始印证中钢 真的盘价在调降了 保钢真的盘价在调降了 现在连美国钢铁 获利 营收都可以顺利它往下了 对吧 可是现在你要调诡一件事又来了 调诡的一件事又来了 欸 鐵礦商还跌一大段了 现在开始反弹了 常常人家讲股价领先反应基本面 过去的美国钢铁已经跌一段了 过去的台湾钢铁 美国钢铁早在他宣布这个调降财色险 你就长线来看就不是很强了 就很弱了 你再看我们的台湾的钢铁股 过去那一波 已经反应了铁矿砂的下跌 有 所以当现在大家都开始告诉你了 完了 过去铁矿砂跌那么多 完了 这些钢铁股的获利 营收都要往下修正 当大家都开始这样讲的时候 你反了要怎样 小编要怎样 反其道而行 逆向思考 股价有没有先反应过了 有 既然有反应过铁矿砂下跌了 如果铁矿砂可以开始止跌 而且反弹上来 一时间没办法反应在获利跟营收 因为先前这一波影响到 很多钢价都下调了 盘价都下调了 但是如果铁矿砂可以开始扭转反弹 欸 欸 未来的铁矿砂有没有机会上来的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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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骨架会不会领先反应 会 这就说明了 最近的中钢是不是有点强 没有很强 但有没有谷底反弹的感觉 有 你把这张图 从这边建高一点 你一路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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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 到底是誰看法隊,現在很清楚啦 我是一直告訴你鐵礦砂跟鋼鐵是連動的 我一直告訴你鋼鐵骨跟鐵礦砂是連動的 我不會告訴你 鐵礦砂鐵鋼鐵會長這種事,不可憐 那現在來看 還是老王講的對嘛 就這樣,不管從基本面 不管從股價連動 都是老王這樣講 所以你要注意 老王的節目你要認真聽 我在教你方法 我不會一直告訴你名牌 我不會一直告訴你鋼鐵有多好 鋼鐵有多好,不會 航運有多好,不會 我教你方法 教你去認識他們 你怎麼樣去操作這些類骨 會有一個比較好的收穫 當然有時候看對看錯都有 看錯我們就像剛才這樣加法 也沒什麼 看對能夠幫助到你 我也很開心 那也感謝大家的支持 這樣可以嗎 好,那中鋼怎麼看 為什麼最近強 因為最近外資回來了 投信有沒有回來 外資投信都回來 本土洋法人都站在買方 股價就相對強 今天為什麼稍微弱會震盪 早上甚至還一度急跌 為什麼 因為昨天外資轉賣 所以你要看這種傳產類股 不管是外資也好 投信也好 最好都站在土洋投買的情況下 籌碼面得到支撐 那它就可以持續反彈 這是籌碼面的部分 那如果對整體的鋼鐵股 怎麼樣還會好 所以我剛才講小編的問題就是 那這個美國鋼鐵財測調向之後 會不會影響到我們其他台灣的鋼鐵類股嗎 會不會跟著調向 那個重點會在於 鐵礦石 反彈上去之後 你要觀察它 如果它快速的往下又來測前滴 這樣鋼鐵股會好嗎 不會 如果可以像這樣穩穩的步驟 慢慢的往上升到今天 都還在創造短期的新高繼續反彈 甚至過了前面的高點 鋼鐵股 好耶 會 會喔 你就不用管什麼美國鋼鐵下調財測啦 你聽得懂嗎 基本那個 它講的是 以現在的 剛以過去鐵礦砂下跌來做基礎 萬一鐵礦砂現在開始大漲了 那一份財測 就會慢慢又回到 欸 搞不好就發一篇告訴你喔 我財測回到我的高標 這是有可能的 所以原物料這麼重要 重要 盯著它就好了 你想操作整個鋼鐵類股 你就盯著它 當然因為鐵礦砂不是大漲啦 所以鋼鐵股最近的漲勢就怎樣 你說它有狂飆嗎 沒有 就溫溫的啦 鋼鐵股已經在我的會員的五報 我們剛才講的399老王會員的五報裡面 已經提了兩個多禮拜了啦 我都告訴我會員喔 鋼鐵股就是 食之無味 氣之 可惜 就是 你不玩它 它又會漲 你去玩它 又漲很慢 這種感覺 你不覺得嗎 就慢慢漲 漲一下跌下來 可是它慢慢墊高 所以你自己決定你要不要玩 你要玩的話 看到大漲 記得先撿碼 你可以留波段的持股 看到大漲你先撿碼 那回檔下來呢 你又可以再做低接 你用 架差的操作 那留基本持股這樣 我覺得你才不會 食之五味 氣之可惜 就比較讓你有 有進進出出啦 你先懂嗎 我是不是都是跟會員這樣講的 對 大漲上去先作解嘛 回檔下來 你在考慮要不要低接 但是你基本持股就抱著 沿著哪一條均線抱 基均線嘛 我們是不是告訴大家 鋼鐵股如果要看 一個 技術面的趨勢 站上越均線叫反彈 對吧 那 什麼樣的情況下 鋼鐵股才能長線販多 突破 基均線 這我講很多次了嘛 中鋼哪邊就突破基均線了 這邊就突破啦 所以要慢慢反彈上來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技術面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就觀察你自己的股票 如果站上基均線的鋼鐵股 基本上長線你就虛報就好了 那短線 有一些持股你可以多做點價差 你可以分成二分之一嘛 二分之一多做價差 因為他一下漲 他跌個兩天 又小跌個兩天 他漲個兩天 又小跌個兩天 再漲個兩天 又小跌個兩天 你看這個就知道了 中鴻就知道了 我給你看西一點的 漲個一天 跌三天 漲個一天 跌兩三天 再漲個兩天 今天震盪 今天早上還是大跌的 可是你可以發現他的肌 是慢慢在幹嘛 骨架也在墊高 所以說你波段的持股 你抱著沒什麼問題 但是你可能要留一些持股 就做進出 做做價差啦 累積不然長太慢了啦 你懂我意思嗎 什麼時候 漲勢會加速 你很明顯的看到鐵礦砂飆漲的時候 甚至創高的時候 對吧 就我剛才講的嘛 如果沒有你就看 鐵礦砂也是慢慢墊高嘛 所以我們鋼鋰鼓就慢慢墊高 就是這樣啦 連動很大 這一張叫做中鴻的圖 連動到底大不大 這個叫鐵礦石 有啊 有啊 蠻連動的 蠻連動的 有反彈 這跟著一起下跌 那 他是不是也早就站上基金線了 這邊我就告訴我的會員 鋼鐵股就這樣 漲漲跌跌 但是機器慢慢墊高 佔上基金線的股票 頭線有沒有買 所以短線喔 你要如果要做一個獲利減碼點 比如說我波段我知道我要報 我看基金線嘛 老王說長線基金線嘛 那短線我想要拔出我拔檔 做獲利減碼才不會報上要報下的 看哪條均線 十字均線 就跟 中鋼一樣 中鋼也有頭線在買啊 所以短線就看十字均線 OK嗎 那波段 波段你還是要看基金線 長線還是看基金線 甚至操作比較 就說我也不看十字均線太短了 你看月均線OK 所以你記好 波段你就看月均線或基金線 那短線你要做個減碼的話 看十字均線 可以嗎 海光 突破 有沒有站上基金線 有 他打了很久了 像這種股票 他根本沒大漲上去 你不用看什麼十字均線 你就是看月均線跟基金線就好 他只要鎖在基金線上面 多頭趨勢翻多 有沒有改變 沒有 鋼鐵股站上基金線就怎樣 翻多 那月均線短線的支撐 他如果鎖住短線代表他短線還OK 搞不好動不動就會大漲 跌破月均線稍微做整理 所以月均線可以當作短線的參考 他到底會不會短線還有機會 你懂嗎 喜歡做短線就看月均線切入 像 威姿也是一樣 急跌之後 回檔 這邊是不是突破站上基金線 有沒有守住基金線 有 我記得海關位置 我們在直播 我們在這個解盤節目 也做過很多次分析喔 也都告訴大家 他們就是觀察基金線 有沒有站上去嘛 那有沒有守住嘛 守住那長線趨勢有沒有改變 沒有 是不是翻多 到前幾天還在漲 回檔修正你就看哪條基金線就好 月均線 你要記得這種貼的這種 基金線突破之後 貼著走的股票 他如果打合你就看月均線就好 因為他也沒有大漲啦 沒有大漲股票 你看十字均線沒有什麼意義 我們就直接看月均線就好了啦 就像剛才提到這個 中鴻啦 或是 中鋼啦 我其實覺得你就直接看月均線也可以啦 只是說你真的想要做一個短線比較細節 你看十字均線是OK的 但就我的看法 守住月均線 守住基金線 他的長線會不會改變 多頭趨勢會不會改變 沒有 大神鋼也是啊 你看他就是 跌下去有沒有守住基金線 有 那慢慢慢慢反彈嘛 那他既然短線沿著月均線 那隨時還是有機會繼續往上嘛 跌破月均線你也不用太緊張嘛 你做短線跌破月均線就先出場 那你還可以看到哪一條長期支撐 基金線 葉輝 剛才提到這些都是我舉例出來 突破基金線的股票 就長線已經犯多了 就是慢慢震盪往上 直到再次跌破基金線 那這一種 葉輝 就是 基金線還卡住的 還沒有突破的 你可以發現他喔 那就這種的 就以前教過嘛 就是用月均線當作他反彈的依據嘛 我說鋼鐵骨就站上月均線開始反彈嘛 這種你就看到能不能繼續守住月均線嘛 守住就是持續反彈 你看回檔 震盪守住再往上就反彈嘛 可是他真的要走得比較長遠的 像這種走得比較久的 哪個地方要突破 基金線 那現在剛好卡住了喔 你就觀察他能不能突破 東鋼鐵鋼 也是在月均線 你看 月均線 反彈多久 可是就是上不去嘛 到了什麼時候關鍵的表態 他突破基金線 昨天跳空直接突破基金線 有沒有上去 有 其實這都是我們過去在談論鋼鐵骨 我教過大家的技術分析嘛 我說 你就是看月均線做反彈 上不上基金線你就先賣一趟 回來再接反正一直看月均線 月均線跌破才會反彈結束 要翻過就突破基金線 一突破就總上 那像這樣中鋼蓋該怎麼看 這種急掌上去的短線就看五日啦 因為他也沒頭戲買就看五日就好了 這樣OK嗎 好 像剛剛中鴻那些啊 中鴻跟中鋼因為有頭戲買所以看十日啦 不然你要做短的就是五日十日 那就波段的角度而言啦 他現在突破基金線對不對 你應該還是要看到什麼均線 月均線跟基金線 這是一個長線 所以 你自己認清楚你鋼鐵骨要怎麼看 你要做短的做長的 你自己去看 我覺得短線會比較累啦 短線因為鋼鐵骨就漲漲跌跌 就像我跟會員講的一樣 十之五會氣之可惜嘛 所以我覺得你可以分支金啦 你還是要一部分 假設你真的看到鋼鐵骨的 你應該說你喜歡操作鋼鐵骨的 你就把錢分成兩個等份 一等份上基金線的 只要沒有跌破月均線或基金線你就報勞 就做一個波段 那另一部分你就做短線 這樣OK嗎 我覺得這樣是一個比較好的操作方式 董哥 藍圈圈 好久沒看到了 對嘛 偶爾 幾個月也是要來工商一下 上次工商完 11月還是要工商一下 都快1月了 我們畢竟我們是這個 我們不是 靠大家的斗內賺錢的 我們是 靠收會員賺錢的 所以 好 還是要一些工商 我們持股還是表現不錯 我剛才講了嘛 最近持股表現 這個禮拜持股表現還不錯 我們在這一天的盤後 上禮拜四的盤後 還沒漲吧 還沒 這是老王超過習慣 我就講了 我帶會員的股票 一定是還沒大漲的啦 我不會要會員去追大漲 或追漲停板的 我不會盤中發個call訊 要你去追漲停板 都快漲停板來叫你買的 不可能啦 這天沒漲吧 沒有 隔天也還沒什麼漲嗎 可以上車嗎 那它的趨勢就是 有沒有突破運營線了 有 那運營線就開始反彈 那為什麼我會叫會員買它 因為我在等待它可以往上怎樣 突破經營線 有沒有看到突破經營線 中鋼鍋就噴了 有 所以夜會就看能不能突破經營線嘛 那這邊突破經營線有沒有漲 有 突破經營線有沒有漲 有 我就是期待一模一樣事情發生嘛 那我在五報上面有跟我的會員 一般的會員分析嘛 我的持股會員我就帶著 他們買嘛 推薦他們買進嘛 連續兩天啊 兩天盤動都超過5% 這樣可以吧 可以 所以我來解析鋼鐵股可以吧 可以 我的會員手上有鋼鐵股 我來解析鋼鐵股可以吧 沒問題啦 沒問題 像它之後怎麼看 當然是看五日均線嘛 就是剛才中鋼股短線極漲的 你就看五日或十日嘛 有投信看十日 沒投信看五日嘛 但是它轉到這裡來的時候 今天剛好爆了一個波段大量 快三萬張了啦 我帶會員買的時候 這邊都還沒有什麼量 有啦 開始叫他們緩計的時候 隔天買 開始有量出來了 快一萬張 不用現在三萬張再搶了 不用現在三萬張再搶了 好 那今天爆出一個波段大量了 是不是今天你就會判斷了 短線的減碼 你就看基金線大量缺口嘛 有守住 多頭趨勢有沒有改變 沒有 就繼續往上 那如果跌破你就做個減碼 再回到波段來看 已經站上基金線了 波段的支撐看哪個位置 基金線跟月金線 這樣清楚嗎 下一題 董哥這幾天最強勢的族群 就是遊戲股 是什麼原因這麼噴啊 你有沒有聽過一句話 一場遊戲 一場夢 解完了 不用再解了 你有買遊戲股聽到了 一場遊戲 一場夢 不要這樣子 不要這樣子 總會是夢沒錯啊 那現在是什麼行情 現在不是財報空裝期嗎 就是做夢行情啊 對不對 這樣講就有道理了 所以你不要亂空人家 重點是這樣 你不要什麼 真的一場遊戲一場夢去空人家 當然長多了也學會回檔 但你就波段來看 你要是要看到他波段轉落的位置 你要空再一空嗎 就跟那時候 元宇宙正夯的時候 你每一天都看不爽元宇宙 你每一天都說元宇宙是炒作 結果元宇宙漲了兩三倍 同樣道理嘛 這一波最強的 遊戲股是誰 就是Oh my God 因為他旗下有個遊戲 也要推出NFT 對不對 他們這一次在漲的 就是跟元宇宙相關的NFT題材 這一次不是在漲什麼 要放寒假 要玩遊戲 你聽到沒有 有些人還是說 因為寒假要到了 所以漲遊戲類股 這真的要打槍 你繼續看 不是每一年的寒假都在漲好嗎 不是每一年暑假前面都在漲 沒有好嗎 不見得 這是在切入這個NFT的題材 那請問什麼是NFT NFT 就是蜥蜴哥嘛 我在王老先生第一集就跟你講什麼是NFT了嘛 普惠症記不記得 來啦我跟你說啦 封面在這裡 那一集 我們王老先生第一集在這裡 你點進去聽 你到現在搞不清楚什麼是NFT的 NFT 你就點進去看就知道了 你就知道什麼叫NFT 我最簡單講的就是你買一個東西在 利用這種 你用加密貨幣喔 通常是以太幣啦 應該現在都是以太幣啦 你用以太幣去買一個 例子圖像啊 類似藝術品啊 類似遊戲啊 牌卡 牌卡 類似這種東西的 存在於虛擬世界的 能夠表彰你的身份 你的興趣 你的喜好的 這個叫NFT 但我講的比較 白話比較籠統 細節其實是很深奧的啦 我講不要白話讓大家好聽啦 讓大家好聽得懂 大概是這樣東西 比如說 有個圖啊 有一隻猴子啊 點陣圖的猴子 那個就是我把他買下來 在虛擬世界買起來了 那個就是屬於我個人的 那張圖永遠就是我自己的了 他專屬的編碼 這個叫NFT 我們這裡不要講太多了 因為 講太多 聽到你也沒什麼 你直接看我們的連結啦 就剛才給人的連結 重新看就知道了 簡單講就是你可以買自己的虛擬的 我們算藝術品 也不是有時候虛擬的物品也可以啊 虛擬的演唱會 反正就是 虛擬世界的東西啦 那個叫非 這個 同質性的貨幣嘛 代幣啦 非同質性代幣吧 非同質性代幣 我應該沒講錯啦小編 應該是這樣 不然你查一下 觀眾如果講錯再糾正我 因為 這個 我通常都講NFT啦 我不太知道翻成中文是怎麼翻 好了 NFT有很多遊戲喔 他不只是買牌卡 不只是買圖畫 他也有很多NFT的遊戲 反正就在這樣的一個元宇宙 最大的架構裡面 一個加密貨幣撐起來的架構裡面 OK 遊戲的發行商 他只要有一些遊戲的憑證 你要知道 NFT 像這種如果你在NFT世界 NFT的世界 你發行了一幅畫 你畫一幅畫 這幅畫經過不斷的 每個人一直轉傳喔 每經手一次 就會有手續費 那手續費就回到 作者身上 所以我們不是台灣有什麼 鹹素肌墊 好像有出NFT對不對 你一轉手呢 他就會有這個收音 這個就是NFT 所以 他算是對一些藝術的創作者 提供了一個 可以讓自己藝術被看見的機會 而且是真正可以賺到錢的 因為以前我們都說 藝術會餓死人 你的畫 一樣是鬼畫符 你的畫有人欣賞 有大戶欣賞你就發了 你就是名家 你的畫 畫得太漂亮 沒有人欣賞 你只是乞丐 是這樣嗎 就是這樣嘛 所以以前藝術家常常餓死 這常常會老一輩說 你做藝術要幹什麼 藝術也在探極嗎 我想藝術真的可以探極 做藝術人就讚 我個人 對做藝術人非常的欽佩 我覺得藝術真的是需要美感的 可是以前可能他們比較餓一點 有人賞事嘛 現在不用 透過NFT 不斷的轉手 每次就可以給你一些手續費 給你一些收益 你會不會賺錢 會 所以這個商品大概這樣 那遊戲商呢 如果他可以讓遊戲用NFT來這種做 這種 架構 來遊戲的話 對遊戲商是不是好處 也是好處 那他就往上漲了 就往上漲了 那這麼標的過程 請問這種標格你怎麼看 講過了嘛 如果是 之前的長榮華航 長榮韓華航有沒有記得 或是之前的元宇宙 標檔上線的股票短線 看 5日 長線看 10日 就講完啦 你短線就沿著5日均線報就好了 跌步也在做解罵嘛 什麼時候真正波段會轉如果你要做出場 出慶 就看10日均線 那這 喔喔喔喔喔 差點講到歐巴馬 喔喔喔喔 喔 華 不要講 欸欸欸欸 好像 開始發行囉 對對對 Oh my God 在上漲的過程當中 出現什麼樣的訊號 阻擋他這一波漲勢 在這邊 上禮拜這邊有爆了一個波段最大量 超過2萬張 爆完之後的隔天 紅黑棒直接吃掉大量糕點 這叫什麼 成功換手 再噴一波 我們是不是常告訴你爆大量的高低點很重要 對 他是做了一個漂亮的成功換手就往上漲 對吧 所以 Oh my God是不是這族群的 臨漲股指標股 如果是 那指標股的大量又具備了這樣的一個現象 那你就知道了 你就把他的例子喔 你把他這種方法 放到所有的遊戲類股來看 大與之 我們在今天放爆大量之前 前一天 在前兩天這邊 有沒有爆了一個波段最大量 有 大量高點在這個地方 昨天有沒有過了 有 所以今天早上有沒有一度大漲在創新高 這樣你會不會看 遊戲股就把大量高點拿出來用 這樣也跳了 那今天 大與之是爆了一個新的大量 這個大量的高低點 會看吧 明天後天就這樣看 大量高點再突破 再換手再往上 大量低點跌破 你要小心 可就有回答 辣椒 今天手上掌平板 這邊是不是 後面兩根不要看 這根是不是也爆了波段最大量 對 高點昨天幹嘛 直接跳都突破 今天不用再掌跌 當你了解的指標股 OMG的一個形態 一個發生的現象 對照到其他股票 就是這麼簡單 舉一支 這邊展開這次波段最大量 為什麼今天會跌 因為昨天有沒有過 昨天的收盤有沒有站上最大量 沒有 所以今天跌很正常 今天跌也把這個大量跌破那怎麼辦 你怎麼辦 你怎麼辦 但短線就轉弱了嘛 短線轉弱你要再觀察 五六均線是不是跌破了 可是它這次會長得蠻多的吧 所以 當你跌破五六均線之後 你可以做個減碼 它轉弱要震盪了 可是波段的支撐 波段的趨勢要改變 就要看十字均線 短的看五 長的看 所以它短線大量低點 跟五六均線跌破了 轉弱要震盪了 未來 可能就在這邊做震盪了 你要等它重新把高點突破 才繼續往上 要不然就回來看哪一條波段的支撐 十字均線 華裔 這邊是你爆了波段最大量 上禮拜五 昨天盤中一度大漲 問題是盤中 問題是收盤 有沒有站上大量高點 沒有站上 那有成功換手嗎 昨天收盤還把 大量低點跌破 所以今天繼續跌嘛 昨天收盤有沒有把大量低點跌破 今天繼續跌 今天還把五六均線跌破了 所以短的要撿嘛 長的看 那是不是要等到他把大量高點給他突破 華裔才能再度怎樣 往上來一波 宇峻 這個上場的過程當中 這邊是爆了一個波段大量 昨天嘛 接下來你會不會看 昨天的高點重不重要 今天早上過不去 站不去 就回來嘛 什麼時候會再漲 把大量高點突破 當然今天高點要過 因為今天已經突破 把這兩個 這兩天的高點突破 等於是他大量高點站上去了 未來就繼續往上 如果沒有 你回來就看五日跟十日嘛 做短線的參考 這樣會嗎 下一題 好董哥 IC設計是不是又活過來了 自圓有夠強的 你說全面活過來 NASDAQ這麼弱 是比較難 所以你可以發現很多IC設計呢 走勢有點分歧 不太一樣 所以這個時候 IC設計呢 會出現一個 強勢股續強的局面 弱勢股喔 漲不太動的感覺 那你要怎麼區分強勢股跟弱勢的IC設計 你要怎麼做操作 今天的節目就會告訴你 我們先來從 致遠的例子 顯然是強勢股嘛 對 對吧 到今天還漲停版創新高 好 為什麼他一直在漲停版創新高 下面誰在買 投信 而且每一天都買 每一天都買 那你從形態上來說這邊前破高鏈 他上禮拜五是不是已經突破前破高鏈了 對 我們說突破之後方向就 往上 往上 左鍊回廊下來 要不要害怕 大量低點在這個地方 禮拜五 上禮拜五是不是爆出大量低點 對 突破之後爆的大量這個大量重不重要 剛才我們遊戲股不是講到很多大量的關鍵 請問昨天致遠的回檔大量低點有沒有跌破 沒有 多頭趨勢 突破的趨勢有沒有改變 沒有改變 所以今天往上 他沒有突破失敗啊 他大量低點沒跌破 五日均線沒跌破怎麼會是突破失敗 就突破之後回檔震盪一下而已 我在上禮拜我們跟會員的分析也是一樣 我說致遠就看大量的低點 那你如果撥斷的話請問他投信買到他看哪條均線 10日均線 10日均線連摸都沒摸到 是不是很強 對 所以未來的致遠怎麼看 短線當然看五日均線嘛 你撥斷要看哪一條均線 10日均線 所以他會強不是沒道理的啊 投信一路買 回檔連大量低點沒破 你同樣的概念來看創為 創為 這邊震了一下 好像今天還沒創新高 為什麼會跟資源有一點點的差異 太很強了啦 可是為什麼昨天也創上過段新高 會有這樣一點點的差異在於 昨天投信稍微轉賣 跟剛才你對到資源投信是連續買超市率有一點點差異 所以如果投信可以再趕快回來買創為 這個高點終究要怎樣 要突破 創為現在剛好就卡在前高壓力這個位置 剛好卡住 要過不過 這個時候我們觀察重點放在哪條均線 你看五日沒一一因為五日跟十日現在連得很近 因為他不像資源這樣一路噴出去 所以這個時候因為投信買超 你就看哪條均線就好 十日均線 只要十日均線跌破 才會叫突破失敗 那你就要特別小心 如果十日均線還可以守住 我們就可以不斷的給他機會來挑戰突破 當然誰的買超很重要 投信 創為如果我們把線圖放大 昨天 是不是爆了一個波段最大量 這幹嘛波段最大量低點就在這嘛 其實就在十日均線附近嘛 所以就直接觀察哪裡就好了 十日均線 如果跌破十日均線代表這個大量低點跌破了 那你要不要小心 要 如果沒有 還可以持續的挑戰創高 金銅 你看投信的買賣超 前天 上禮拜五大賣 所以影響股價做一個回檔 在上禮拜五它跟資源一樣是一個突破的動作 上禮拜四跟資源一樣是一個突破的動作 但為什麼會快速回檔下來 因為資源的投信是連續買 金銅勒 昨天前天才大賣 昨天在買 所以它變成這樣震盪 它並沒有個連續買超動作 所以請問你投信對於這些IC設計股重不重要 重要 真的如果IC設計股 有投信在買賣的股票 你就是要盯著投信 就像我們先前講過新唐也是 經驗是不是也是 偽權店也是 這種有投信 固定在買賣的 你就要盯著投信 影響很大 那這個地方 前高壓力呢 過了 長虹站上一天 隔天馬上摔死 是假突破了嗎 突破失敗了嗎 看哪個地方 十字均線 昨天已經稍微跌破了啦 今天又趕快站得上來 所以它大概還在這邊正 你就觀察這個兩個低點不能跌破 因為只要這樣一個跌破 就代表十字均線怎樣 跌破了 那這個突破就會變成 假突破 金銅齁 昨天跌破十字均線為什麼還可以再反彈往上 我想很多人會有這樣的問題 董哥這不是跌破十字均線了嗎 其實我們在 好幾集之前有講過一個如何避免被洗盤 我們有教過大家 有時候投信的股票算是看十字均線 但是它如果跟越均線距離的很靠近 請問你要直接看哪條均線 因為你砍在十字均線就沒有意義嘛 一砍掉馬上就碰到越均線的支撐嘛 我記得在那一集在講記憶體族群如果避免被洗掉的時候我們有講 所以你以這樣的線圖來看 過去都沿著十字均線往上沒問題 可是這邊跌破了 你要如何避免自己 決定你自己這邊要不要做買賣 你就回到這邊來看有沒有跟越均線貼得很靠近 有 這一波的回檔事實上也是守住哪裡 越均線 所以這樣的情況 我告訴大家 在突破高點目前失敗情況下 未來就觀察越均線就好了 直接觀察越均線就好了 不用再看我剛才講的十字均線 因為剛才講十字均線我們在這個前提上 大家一般習以為常的知識 可是現在因為越均線很靠近 其實你應該是直接看 越均線就好了 等到金融哪天可以再來突破這個高點 這個高點 這個前高壓力跟這個高點 它未來就會怎樣 清空萬里 萬里無雲 懂嗎 如果跌破越均線 這裡的漲勢可能就要告一段落了喔 可能要再回去測這個前波地點 剛才智源也好 創圍也好 還有剛才這裡的金鴻也好 請問他們都有哪個特性 投信的買潮 除了投信的買潮 就技術面上看 投信的買潮當然是有 可是 創圍賣個一天啊 金鴻也賣個一天啊 對不對 你說如果一字線還不夠一字 真正的一字性從技術上面來 技術線型上面來看的話 金鴻這邊是突破了 越均線 然後就震盪往上 即便有回盪有守住嗎 有 所以再往上 智源 突破越均 這邊站上越均線跌破 再站上一次越均線 創圍 原本守住越均線 跌破轉落 再一次站回來 所以共同的技術面的特點就是站上越均線 你把這個特點記起來 我們剛才講的IC設計是不是有些人強去強 有些弱的比較弱 比較盤整 所以你要分辨你要買的IC設計股就是要去找 你自己去找 我不會給你名牌你自己去找 找站上越均線的IC設計股 有告訴我圈測嗎 有 跌破越均線要幫買 不要 你就讓它盤整 等到它哪一天可以站上越均線 它就可以再次翻多 這樣你們懂嗎 就這樣這麼簡單 IC設計 如果那斯達克反彈 IC設計一定可以跟著反彈 事實上 我上禮拜 就在我的午報告訴我的會員 你要佈局IC設計股票 但是我也是這樣告訴我的會員的 請你去找 站上越均線 站上越均線 站上越均線不夠 要站上越均線的 還要 最好 還要投信買潮 各位觀眾今天就給你們找了 因為跟我們會員有時間差了 我今天就跟各位要做分享 你去找 他們的共同特性就這樣 我相信 在未來幾天 除非美股大崩盤 除非台股崩掉 不然如果還是維持一個多頭趨勢的情況 IC設計股這些站上 這些站上有站上 有站上越均線的IC設計股 我是非常看好可以反彈的 因為已經過一波修正了 你懂嗎 當然沒有人叫你再去買這種漲多的資源 我不是這樣說的 你去找有站上的 還沒大漲的 我舉例啦 舉例不是叫你們買的喔 是已經漲上來的喔 我只是給你做個示範 Maybe 我的會員上禮拜自己去挑 那恭喜你 如果也是觀眾 我不是叫你再買的喔 楊智 是不是站上越均線之後 這邊回檔 問題是前坡低點沒有破 這缺口也沒有破 缺口在這裡 有沒有 再一次站上 昨天再一次站上 今天有沒有大漲 有 那是不是用越均線去找IC設計 我不是叫你來買這支喔 觀眾你聽得懂啦 我在舉例嘛 我讓你知道你要怎麼去找嘛 翼龍 上禮拜我們突破越均線 有 它震盪的過程你就可以佈局嘛 今天早上有沒有再大漲 有沒有創到短線新高 這樣去找你會不會 你去找類似的 不叫你去買這幾檔 你去找有站上越均線的 你多等一下它就會漲給你看 我全店 今天盤中是不是漲了快5% 是不是快半根漲平 它是不是前幾天就 前兩天就站上越均線了 你自己看 有沒有站上越均線 有 那你站上越均線的時候 你去佈局今天有沒有賺錢 投資有沒有買超 有 那下次我們站上越均線的 已經開始漲上來了 你未來的觀察重點就是什麼 越均線 那你就自己去找還沒有漲的 看他們剛開始 或是 等待他突破越均線的 IC設計去買 你就容易像這幾檔這樣賺到錢 那如果這幾檔你剛好有在車上的 那就沿著什麼報了 越均線報了 像這個新坎就還沒站上越均線的啊 這邊有站上 短暫站站上 為什麼會再跌下來 因為整體來看頭新還在給他賣超啊 我剛才是不是講 最好你投心要有投心買超的 那你沒有投心買超也沒關係 你不要投心是賣超嘛 你看下面 你看 新坎從這裡到這裡 從這裡好 從這裡漲上去誰造成的 投信 這裡跌到這裡誰造成的 也是投信 那他現在是不是在越均線做震盪 你就等他 如果你真的想買的 你就等他什麼時候突破越均線 然後 看到誰回來買 投信 那我認為就有個短線的反彈可以讓你期待 這樣清楚嗎 下一題 好董哥 面板的報價好像持續在收斂跌幅 那面板三雄的骨架也持續回升 我們該注意什麼 注意 變成 然後 燒起之後 直接關掉電視 掃嘘 懷念當面的日子 面板要注意什麼 注意那個報價 是不是維持在一個持續收斂的情況 因為報價如果持續收斂這個跌幅的話 那對於面板的營收跟獲利下跌 情況就不會那麼嚴重 甚至 有跌轉漲 那面板股有沒有機會繼續賺錢 就有機會 股價總是領先反映基本面的 就有機會先漲 對吧 但是 今年第四季就跟我以前跟你講的基本面一樣 今年第四季的情況 面板的獲利跟營收 一定不可能比上一季要好 但是明年第一季 明年第二季 那就要看面板的報價了 現在是有看跌幅慢慢在收斂 這個就很重要 所以面板的報價 影響到了未來的營收跟獲利 未來的營收獲利會不會影響到股價 會不會 所以這一波面板的上漲 就是在反映什麼東西 反映面板報價的收斂 這個我想 各位看新聞也看很多了嘛 那我們的解盤節目也講過嘛 面板 之前就是 還在跌 還是跌 但是就是報價的收斂慢慢 收斂跌幅 有沒有 所以你看這一波面板就漲了上來 當然它沒有漲的 慢慢漲慢慢漲 從18塊慢慢漲到23塊 不是這樣一路往上拉 因為畢竟面板的報價還沒有全部翻正 還沒有開始回到漲價的一個 循環 就看什麼時候可以回到漲價循環 那面板的漲勢我認為就會加速 所以 你要不要 所以我們剛才講 鋼鐵股你還是盯著這個 鐵礦砂的報價 那面板你還是盯著什麼報價 面板的報價 這很清楚的概念啦 你報價要好 營收獲利才會好 股價才會跟著好 我們先從友達來講 因為它是這一波 大家還記得這件長紅嗎 它是這一波面板第一個站上寄軍線的 第一個長線販多的 當時在這邊有沒有 我們告訴大家 我沒有跟大家講 我先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我在這邊 是有跟大家分享我的看法 我說 基本面的面板報價還在跌 還在跌它只是收斂跌幅 所以我不會帶會員去買 小編我是這樣講的 我不會不要臉 長到這裡來 跟你講說你看我當時叫你去買 不會的 所以你是我的觀眾的 當時這一集 我就講得很清楚了 技術面它站上寄軍線 同時爆了一個大量 從技術面的角度來看 只要鎖入這個大量的缺口 它就是長線販多 從技術面 但是以我個人的操作 以我個人帶會員操作 我很明確告訴大家 我不會 在當時帶大家去買面板 對嗎 你看 我就是講一說一的人 我如果不要臉 我就跟你講 看爆大量站上寄軍線 所以這邊就是一個好的買點 買點到這邊有沒有賺錢 這叫不要臉 你懂嗎 我就是沒有帶會員買 而且我也在直播告訴我的觀眾 這個地方我不認為應該要去買 雖然 但是我告訴大家 不是這樣也放空了 我有告訴你 然後我還告訴那些 你長期面板套牢的 我說已經開始站上寄軍線了 你要不要再殺D 不要 這我有講 我有講的就是有講 我沒講的就是沒講 我有講的是說 那些套牢的這些觀眾 你已經抱那麼久了 你未來就沿著 寄軍線來觀察就好了 因為他寄軍線張去 寄軍線張去 長線 我們是不是講很多次 寄軍線張去就是販多嗎 你就一直抱到寄軍線再跌破就好了 我當時是這樣講的 你看你當時 你套牢的 你都沒賣 你到現在 有沒有比較有尊嚴的 有 這是尊重技術面 但因為當時我對基本面 還有很多的疑慮 當時 所以我就告訴大家 我不會去買 那觀眾可能你也不會去買 因為我的解盤節目 就這樣講 就這樣 我們做了就這樣 講對的就講對 講錯的就講錯 有講就有講 沒講就沒講 我只要帶大家回顧 這邊有爆了一個大量 站上基金線之後 就一路往上 這跟我們剛才看到那些鋼鐵股 是不是一樣 鋼鐵股是站上基金線 很多就慢慢往上了 那你看你這個階段 你就看基金線就好了 它有沒有跌破 沒有 所以長線還是看基金線 哪天 哪天 如果你看到面板 開始跌破基金線了 現在當然還沒有 我說 搞不好一兩個月後 三個月後 四個月後 半年之後 哪天跌破了 代表它的報價又要開始怎樣了 反轉又要繼續往下 你要特別注意 哪怕是那時候還沒看到報價往下 技術面會領先反應基本面 懂嗎 那上漲的過程已經突破基金線到長線翻多 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也不斷有在解盤節目分析過面板 我們就講得很清楚了 那現在當時的面板就看月均線做波段的支撐 對吧 我們有講吧 籌碼沒有看誰 你說它跟航空雙雄一樣的 就是看外資 所以這把月均線拿出來 做短線的 因為你已經錯過基金線 就像我好了 我已經錯過基金線這邊翻多的位置 對啦 那中間我想要介入 我要怎麼去介入 這個我在 解盤節目就有教大家 就是看月均線 同時觀察籌碼面是誰 外資 這樣看 可能你會看得比較 沒那麼仔細 我很貼心 幫大家準備了這樣的框框 我框起來的地方就代表 外資是比較連續在賣超的階段 當外資開始出現連續性的賣超 或賣超比較大的階段 請問就是綠色的框框 請問股價要做什麼反應 回答 回答 這樣他跟外資有沒有聯動 有 很清楚啦 就跟我們過去的看法一樣 這一波為什麼會反彈往上 比較強勢 因為誰這樣 這邊 外資在賣 今天為什麼開始震盪 稍微震盪一下 因為昨天外資幹嘛 轉賣 就這樣 所以 面板還是緊盯 外資就對了 尤其是三雄的部分 那技術面就是沿著月均線 你看 每一次月均線 手助反彈 短暫跌破 再站上 又反彈 再回來 又反彈 你就沿著月均線 就可以一路操作面板很順的嘛 我們再用 群創來當例子 當時的友達是突破基因線 在同一天 在這個地方 大家有沒有印象 我們同一天有解的群創 我們說單純從技術面來看 如果可以守住這個爆大量的缺口 就代表他站上月均線 就是可以開始怎樣 反彈嘛 這個有講嗎 有 這邊有沒有突破基因線 有 突破基因線叫什麼 翻多嘛 我過去在解群創的時候 我們告訴你他突破基因線叫翻多 拉回有沒有守住基因線 守住啊 再往上 你看他長期是不是就在基因線上面了 維持一個長線多頭格局嘛 那 短線我要怎麼做切入 就是一樣 看 月均線 拉回 跌破之後 重新站上 有沒有再講 有 回檔碰到月均線 有沒有再創高 就這麼簡單 面板看月均線 這我講 好幾個禮拜了 有沒有真的怪怪的就看到月均線走 所以今天回檔你不用太害怕 你就觀察月均線就好了 那籌碼面是看誰 外均 我一樣在幫大家畫框框 框框的位置就是外資連續轉賣 賣的比較多的那些日子 剩下買的都是長的 剩下都是買的了嘛 框起來是跌的 框起來是外資賣的嘛 沒有框的大概就是外資買的嘛 有沒有高度連動 那彩晶怎麼看 彩晶在這邊你們記得嗎 抽了一個長上引線 但是我告訴大家 因為爆了一個大量 所以大量低點如果守住就代表月均線也守住 還是可以維持反彈力 套勞的還是可以先爆的 對吧 那這邊 彩晶是不是正式爆大量站上基因線了 回檔下來 有沒有還是守住基因線 有 請問面板 站上基因線不是長線翻多嗎 就技術面來說 有沒有知道 跟鋼鐵一樣 那這個過程當中是不是也是回到月均線 做一個支針反彈 又創高了 所以你說面板 我沿著月均線做OK OK OK 那他跟外資 也是 其實他幾乎都是外資在賣 所以他相對有達權狀就弱很多 比較晚站上基因線 站上之後還有一個回檔 又測基因線一次 因為外資都在賣 那最近 比較強 站上基因線是因為外資在買 那最近比較強是因為 昨天 這幾天 外資都在盪 這四天 外資買買買 但是買的比較多 有沒有發現 有 有沒有有上檔 有 就這樣 所以面板三種講完了 你就是跟我以前 過去幾個禮拜看法一樣 盯著誰 外資 還有盯著誰 月均線 那老王講面板 以上三檔 三檔 剛好有一檔 是我們惠人的持固 哪一檔我就蓋牌 但我可以跟你分享一檔 檔那一檔不是要你來追的 我只是要做工商服務 工商服務 你千萬不要來追 就這一檔 藍圈圈 小編 這個藍好 你怎麼捲的 藍圈圈 上禮拜四的盤後 推薦會員買進 持股會員 一根掌跌 兩根掌跌 今天又 快半根掌跌 這好飆喔 標 那也是面板股 他做面板模組的 LCD面板模組的 用在一些工控的 工業用的 比較多 一樣是面板 我還有一檔三雄裡面其中一檔 我們還有這一檔 我們上禮拜四就推薦了兩檔面板股 給會員買進來 掌上來 面板我是不是說看月均線 我講多久 請問你 我這個藍圈圈的位置 這個附近 是不是叫月均線 是 我在鏡頭前怎麼跟你講操作面板 我就自己帶會員去買 帶會員去買這樣的股票 有沒有 說的跟做的是同一套 有 我怎麼說 我在解盤怎麼解 我就怎麼帶會員說 這叫嚴型合一 對 那現在怎麼看 九正 為什麼這兩天那麼強 為什麼昨天還可以漲天板 因為它 突破前高壓力了啊 你有沒有看到長期的前高壓力 這邊有沒有看到 有 前高壓力突破我說方向就怎樣 往上 這腳過很多次嘛 所以前高突破形態有沒有好上 有 今天剛好爆了一個波段大量 所以短線你就會看了 看今天大量的高低點嘛 高一點突破去漲 高一點跌破轉落 你要做錢吧 波段呢 大漲 這種 快三成的股票 已經拉出一段了 波段就是看 10的訊息 這樣OK嗎 OK 好啦 這單純工商了 你不要當名牌去亂買 人家漲很多了 單純跟大家做交流一下 分享一下 有好股票賺錢 當然 希望跟各位觀眾做分享嘛 也感謝大家支持嘛 幫幫我們按讚 幫幫我們按讚 然後記得幫我們訂閱 我們要充40萬 不要讓我們40萬 走得那麼慢 我這樣要反抖了喔 這走得那麼慢 我要反抖了喔 你懂嗎 好 感謝全體觀眾的支持 這禮拜老王沒休假了 我們禮拜五再見 掰掰 王以龍老王 極苦會投顧於所推薦 分析之特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天和告禮拜託 未來自財富人找到我 有限國人 藉ces 你們三個孤子 發音樂 還��賞 吳洛東 佛南 市民 為至少 最新的名為 佛南 發音樂 Wall 國人 是